杭州萧山建设一路上有一个恒大国喜月龙府小区,张女士租的这套房子在19楼200多平,一家6口人一起住,月租金25000块钱,押金也是25000,房租半年付一次,她已经支付了17万5000块钱。 记者看到,厨房阳台上方有个洞口,地上放着两块粘鼠板,厨房门口和阳台口子上分别立了两块板子,张女士说这都是为老鼠准备的。 发现了,有这个老鼠那个放的剩饭呀什么的都被老鼠吃过,而且还有拖拽过的痕迹,后来就是把这个厨房整理了一下,堵了一下之后,然后放着在阳台上放着粘鼠板,然后抓到了大概三只老鼠吧。 10月出租的房子11月初就发现老鼠,张女士赶紧联系中介,对方叫来了专业的捕属人员。 捕属的也来看过,说这个房子的话,就阳台的话,肯定是根除不了的,还是会有的。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我一方面造成的,就根本也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。 张女士希望退租,根据合同上的中介公司地址,记者找到了位于上城区保利中胜负的杭州华商东房屋租赁有限公司。 门头写着华商置业,张女士找到了一只和她对接的业务员。 首先它是首次出租,其次呢,在之前我们这个首次出租之前嘛,我们也会经常去房子里面就是打扫卫生也好,或者带客户看也好,是没有过这个情况的。 我们这边给这些方案就是说是我们找一个专业的机构,把这个室内的,我们首先是清除有的老鼠,然后其次呢就是做一个防患,有的它可能管道啊,或者什么洞,它可能会进来嘛。 因为上次那个机构也讲了,就是说是可以把这些进行一个封堵,然后呢,室内是可以保证没有老鼠,但是呢,因为室外,你像这个阳台部分,还是有可能存在这个老鼠的隐患。 因为这个楚楚机构也说过了,他刚才也说了,这个阳台是不能保证的,但阳台也算的这个我这个租房那一部分,这个阳台是用处很大的,我不能把它刨除,就当到它没有。 张女士表示,之前和中介协商退租,他愿意承担一个月的房租作为违约金,但是对方要求他按照合同,赔付两个月的违约金5万块钱,他不能接受。 业务员说,他们也给过另一个解决方案。 可以把这边的房子,我们给他挂转租,那么楚楚我们正常也会做,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减少损失的一个方案。 他说转租的话,他半个月之内要是租不出去,之后的房租还是由我来付,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合理,而且这个不是我个人的问题,我觉得不应该是我承担,不是我把老鼠放进去的吧,对吧,所以我的诉求还是退房,退压金,我就不要住了。 双方没能协商一致,张女士表示,后续会走法律途径解决,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。